在美元它独走那一块 我们另辟专区再聊一次 因为我刚刚还在消化倩姐的讯息 不过我们先把它拉回实体经济这一部分 德国最近向中国生产的转移幅度最大的 包括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有机化学电气设备 机械设备汽车零组件 我们看到确实在实体经济上面 现在就是刚刚倩姐所讲的 在东协或中国大陆 因为它的制造产能还存在 所以呢最有机会接到这个球 但我要问倩姐你可否同意一件事就是 现在欧洲还在跟北约跟英美制裁恶国 甚至找机会对中国大陆 但是从北溪断气之后 欧洲的市场在实体经济层面上面 跟中国大陆反而是更加的难以切割了 是的 而且因为它已经越来越没有选择了 没选择 因为欧洲在梅克尔之后没有真正的政治家 我时常想说如果梅克尔还是德国的总理的话 他是会飞到华盛顿去告诉拜登政府的 因为以前他曾经飞到华盛顿去告诉川普政府 他可以跟川普坐下来讨论 欧洲人需要的世界秩序是什么 可是在梅克尔之后 欧洲已经没有政治家 除了一个凡事都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英国以外 其他的德法裔这三个主要的工业国呢 他们的整个的利益都会被美元吃掉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还剩下什么选择 他只有在实体经济这个地方继续跑 就是我在刚刚是讲的是说 当彗星要撞地球啊 或者是地球要毁灭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脱逃 欧洲的脱逃计划里面 肯定必须要去找到他的新的工业基地 他的新的市场 而在中间为什么中国大陆重要呢 除了说它是量体够大以外 中国大陆已经在新能源汽车 我不要特别回去讲那个汽车产业 我最近看到中国大陆有几个分析师 他们讲这个 在德国美国日本的这个重要产业中 一个是精密科技 精密工业制造业 那些呢老早就已经挪出去了 第二个就是汽车 他们所占的那个就业人数 在每个国家都是200万500万 就很多人的 这个产业上中下游很大 是他整个的一般民间工业的基础 好 这个基础很快就会消失 不完全是因为 别的国家可以坐更便宜的车 是因为电动车的革命 电动车的革命 包括了电池 电池 电动车的革命 所以当你看以前在马车的时代 最后一家坐马车的 因为其他都倒了死了 最后那家还继续坐马车的 他就把所有的生意都集中起来 可是等到真正汽车出来的时候 这个最后一家的时候 他就倒了 那现在从石油的汽车 挪到电动车的这个革命 非常清楚 最近你已经可以看到说 特斯拉世界第一 世界第二已经是BRD了 然后你在前十中间呢 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 在中国大陆的汽车 就是电动车 而且他们很便宜 同时这次你们也看到 像尹西奥跑到美国去 因为他觉得我们韩国也可以做 很多很好的电动车啊 那为什么美国的这个补贴政策说 外国的电动车不补贴 你这样对我 又要抢我的晶片厂 然后又不让我的电动车有市场 因为美国把你当敌人啊 所以呢 现在整个世界要从 汽油的汽车 因为我刚刚讲的 汽油的汽车 因为我们以前在谈论 那个世界上面的 那个climate change的时候 在fossil fuel 就是石化这里面呢 最大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汽车 其他的那种工业啦 什么工厂啊都可以解决 汽车太多没办法解决 所以你看大家努力的去往电动车 所以它是一个叫 C change 它是一个全盘的一个大变动 那你今天的德国 不去在一个电动车最大的市场 研发最厉害的一个国家中间 去把你的旗插上去的话 你就是放弃了 你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间的最重要的基础 所以它非走不可 而且中国大陆变成它 没有任何其他悬念的唯一选择 变得没有选择的情况是 它必须要这样走 对 所以标题也没下错 再来 你刚刚讲到说 欧洲自从梅克尔之后 你的观点是 在没有一个政治家 没有一个statement 就是politician 那梅克尔最近还讲了一段话 对 普丁讲什么 你们要认真听 是的 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危烟耸听或是恐吓 你要去听他讲的话的内容 这梅克尔最近说的 那我们也看到了 乌东这四个州 普丁很快速的 公投之后 他已经说了 9月30号 就要办签约相关的正式仪式 对外宣布 这是他的领土了 那我想问一下倩姐 因为就欧盟的预估在北西 断掉之后 欧洲如果真的衰退 就是GDP缩了5.6% 进行衰退之后 欧洲所有的国家 还能够像前半年那样去支援乌克兰吗 那您认为关键就是 现在普丁做了这个 让这四周入了俄国之后 关键的转变会是什么 当然我们一直说 一个国家的大战略的选择呢 就建立于他的经济实力 跟军事实力 你有经济实力不够 你要军事实力 你才有很多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说 欧洲梅克尔之后没有政治家 是没有可以跟美国 分庭抗礼的政治家 就是没有可以用欧洲人的利益 来跟美国好好的谈判的那种政治家 Merckel真的是最后一个 那他最近讲的话 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说 把军事实力跟经济实力 这两个拿来看的话 前段日子在唱衰 俄国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的时候 大家完全低估了 俄国的军事实力 所以梅克尔说 你不要把他当成 他是这种空眼 可是更重要的是 你如果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看 他也是被逼到墙角了 因为2021年 他一而再再而三 他从联合国大会开始 就开始讨论说 我们可不可以讨论一个新的solution 就你们北约不要一直东扩 梅克尔那个时代的那些政治人物 他们是在冷战之后 曾经有一段时候 包括美国都在拥抱俄罗斯回到欧洲 他们曾经对他有很多的承诺 口头的 所以普丁他常会觉得说 我当初被骗了 因为你们讲得好好的 而且我们还签了一个又一个的协定 成立了一个一个的组织 会议联盟 是要让俄国能够重新回到 就是已经不再是苏联的 那个共产政权的那个俄国 重新回到一个大家庭 到后来全部不算了 从美国决定要北约东扩开始 因为我为什么说美国决定 你们回头去查的话 是美国在国内先说 他们已经要回到北约东扩的 这个国家大战略 所以从美国决定要北约东扩 那一刻开始 从俄国角度来看 就是你步步进逼我 都已经没有路了 所以2021年 他做了最后的尝试 要求大家跟他谈判 当你们都不肯谈判的时候 谁在喊乌克兰一定会打仗 而且还做了三次的宣誓 哪一天打哪一天打哪一天打 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要逼你去打仗 才能够改变他认为的 欧洲这种他不喜欢的现状 才能够用一个战争 去摇动整个欧洲的平衡 再回到一个战后 由美国主导的一个结构 其实你把这历史这样脉络 这样一路这样拉下来 让我突然想到台海是谁 台湾一模一样 2027 2025 到底是谁在讲的 没有我一定要跟观众朋友说 你知道我们在一年以前 确实乌克兰之前 美国放了三次讯息打的时间点 对 下个周就很精准的时间日期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结束内战状况 彼此还是一个敌对状况 但是我们从1958年到现在 没有打过仗 没有 包括了李登辉那个时候的 中国大陆的第一次白皮书 1993 包括了陈水扁快当选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第二次白皮书 2000 到了这一次的第三次白皮书 我们中间曾经有过非常紧张的时候 也有非常和平的时候 尤其是在马英九的那个八年 我们甚至做了政府对政府 就是机关对机关的协商 签了ECFA以外的30多个合约 对不对 我们有能力自己去处理彼此的关系 可是今年呢 2022年在裴洛西来了之后 环台军演第三次白皮书 两岸剑拔奴章的这个气氛 是在全世界被努力的讨论的 就是说在一年之前 谁会认为台湾非常危险 台海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或者是呢 两岸必须要在联合国 有美国G7欧盟 大家来讨论说 不可以打仗不可以打仗 因为那时候打仗不是一个 真的可能性 虽然有人不喜欢说 我们现在在维持现状 叫做什么台独滑独 whatever 但是我们两岸没有打仗是个事实 从1958到2022 现在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讨论 台湾那么危险 因为有人先讲日期了嘛 2027 2026 而且一直在往前提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看清楚说 美国跟日本在两岸中间的 这个角色因为他们不断的加码的结果 然后在联合国把台海战争 把它台面化 然后在美国的国会呢 又要把台湾需要去面对 中国大的威胁呢 用国内法化 这个国际的台面化 跟国内法化 使得两岸越来越危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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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